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周俊不需要说过多的台词 就已经让观众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这就是一个演员的强大 其实同友之前说过 本来周俊在被背叛的那八分钟里是有台词的 最终周俊却用了眼神和情绪来表达 获得了非常高的称赞 也是让其他的演员收获了很多 像是辛子雷一下气场强大 却在和周俊对戏的时候频繁妄辞 他也说 周俊实在是太厉害了 很多演员都对周俊连连称赞 但是却有一个人声称之后不会再和周俊有两次合作了 他就是复查皇后董姐 这一句话也是让网友议论纷纷啊 不知道是不是两个人闹了什么矛盾呢 其实并不是 董姐在剧中饰演的复查皇后和周俊饰演的如意是对立面 两个人在剧中也是仇人见了份外眼红 但其实 两个人在生活中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在这戏的时候 就让董姐感觉非常的伤害两个人之间的友情 虽然说那是戏 却还是会有影响 所以为了两个人之间很好的友谊 董姐不想和周俊再有合作了 董姐也是表示 和周俊对戏的时候是最难的 心理斗争有很多 不少网友听了也是纷纷表示支持 毕竟友谊更加的重要 其实这部剧真的是一部良心剧 每个人饰演的角色 都有自己不同的特色 这也是每个人在剧中呈现的特点 小编其实更加喜欢周俊的演戏方式 不用过多的渲染 就能让观众明白 这个人物此时此刻在想什么 这才是演戏的最高境界 你们觉得呢 希望周俊之后会有更好的作品可以带给大家 可以让更多人看到周俊精湛的演技 好了 我们下次再见吧